西马半岛多个州属包括了雪龙区 今天下午一度大停电 国能紧急抢修大约两个多小时后 电源才恢复正常 使得这场大停电影响层面广 除了名声商业 就连吉隆坡国际机场也一度断电 一些大众运输系统 交通灯电讯公司的信号也受到干扰 官方证实 柔府永平北端主要入电变压站 其中一台设施发生的故障 是停电的原因 今天中午12点半左右 你是否有尝试联系你的朋友 问的第一句是 诶 你家有停电吗 还是说连电话也打不出呢 没错 经济重镇吉隆坡和雪兰儿 中午一度电源中断 一查看社交媒体 才发现原来其他州属的部分地区也停电 综合媒体报道受影响的 包括森美兰的林茂 槟城北海和巴六百 彭亨文东 吉兰丹哥达巴鲁 吉达德亚洛士达等等 合计至少七个州 十个城市 不少商场通报停电 就连吉隆坡国际机场也一样 并表示他们正在和国能职员沟通中 另外 机场快铁也发消息证实 KLA Express同样受影响 还有的就是快捷通公司旗下的轻快铁 安邦通往大城堡干线也遭殃 涉及十一个站 导致列车行驶缓慢 快捷通还为此向受影响的乘客 免费分发单程优惠券 吉隆坡市政局则提醒 水龙停电导致吉隆坡一些交通灯 无法运作或运作受干扰 道路使用者受促小心 当局当下也安排人员到主要路段指挥交通 雪兰沟销整局也证实 雪龙各地起码十个地点的住宅或商业楼 通报受困电梯事件 有的电讯公司也证实 因为停电导致他们家服务信号受干扰 同样向客户抱歉 国能最初在下午1点22分证实一些地区停电 表明正在调查和抢修并道歉 2点15分国能再证实西马多个地区 从12点39分开始停电 涉及流失2.2级瓦电量 相等于西马半岛10%的电力需求 受影响地区包括巴达林在野 郊赖万宜 槟城八六拜 施布朗在野 柔佛麻坡的搬簇 彭亨关丹的英德拉玛哥打阵 来到3点13分 再发布消息说 3点02分抢修工作大功告成 所有受影响地区的电源已经全面恢复 文告表示当中一些地区仅花了20分钟就恢复电工 同时证实这场突如其来的停电 是柔佛永平北端主要入电变压站 其中一台设施损毁所造成的 而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网传设备损毁的影片 国能对民众造成的不便 感到抱歉 希望有任何疑问的民众都可以联系他们 到了下午5点多 国能再发文告 国能总裁兼总执行长 拿都巴哈林表明我国的电力供应可靠又稳定 就例如今天的断电事件能够及时修复就是证明 国能会继续提升服务素质 同时感谢技术团队迅速应对危机 也新为国能电力设备里的智能功能 让修复和鉴定工作更容易完成 另外他强调这次永平北端的变压站设施损毁是单一个案 当局会详细调查采取防范措施 同时否认这一次的设备故障事故涉及发生火灾 一些网民在国能脸书贴文留言处发挥幽默本性 有的发可爱图文感谢国能反应迅速 也有的小发牢骚说 哎哟自己居家上班断网断电好不方便 还有的建议国能下个月电费就来个小折扣 其中一名网民还分享说 他的老板本来说三点半如果还没有电 大家就可以先下班 没想到三点忽然来电 让他们哭笑不得 还有一则留言更幽默写说 许兰尔水务公司在看着你哦 国能